开展军事训练,特别是新兵训练 如果不注重科学祖训,很容易出现训练伤病 不仅影响官兵身心健康、心训工作,更影响部队战斗力 作为军队医院,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为官兵提供实实在在、真心真意的医疗服务 我们这次来到武警支队 就是要把最优的医疗、最好的服务送到每名官兵的身边